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 Social 跑者再跑 打者回棒 落空 賈紹鴻的傳球 盜壘主殺成功了 兩人出局 連續兩局的這個戰術都非常的積極在下 樂天這邊 對 那陳靜這一次是回棒落空 他沒有把球打進場內 那蔣紹鴻是完成了他個人 本季第16次的盜壘主殺 打擊輪到炎弘君 跑者再跑 非常積極的跑壘戰術 陳靜遭到的盜壘主殺 陳靜自己也不太確定喔 大概百分之五十五十的 擺米上面感覺有機會 是 抓到 那現在就看曾總這邊 應該是要來做挑戰 要做電視輔助判決 針對剛才陳靜的這個盜壘 如果蔣紹鴻盜壘主殺成功 他就是單局的兩次盜壘主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非常的塵土 是這個顆粒 是有遮擋住這個陳靜的角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樣 看不出來 同時嗎 很接近 再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下 我要看陳靜他左膝的位置 感覺張正宇是比較先去碰到他左膝那個地方 那原判是出局 所以如果要改判的話 可能要有比較明確的證據 就滿接近的 二壘神張展榮先生站的位置 大概是從這個角度看下去的 有可能張正宇的這個手套的位置 有可能就遮擋到 陳靜的右腳跟哪包接觸的實際 就是滿難看的 對 感覺 比較難判斷喔 對 也沒有什麼明確的證據要推翻他 對 不過這個頭兩局可以明顯感受到桃園 他們在速度戰的應用上面 非常非常的積極 只要有速度還不錯的跑者上壘 基本上就是 不管倒壘或打帶跑 非常的強烈的意圖 這也是桃園隊今天挺出的第一次挑戰 我看起來要有結果了 看最後的才勢喔 維持圓判 所以兩個倒壘主殺喔 蔣少鴻累積到了16次 這個本賽季的倒壘主殺次數 那這個半局也畫下去點喔 曾宗也稍微上來跟裁判了解一下狀況 那我們也先休息一下喔 待會兒看到下一個半局的比賽